影片要进行切割,影片切割就是 我们一般影片最重要是剪跟接 剪就是把不要的东西剪掉 接呢,就是把两个影片接在一起 那我们来放大一下 那影片剪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事情哦 再点这里 这里,点这里做播放 那在播的时候要注意秒数哦 这个单位是几小时 几分钟 几秒钟 几格 那我就点播放吧 你影片要剪,总得先听,对不对 所以我开始听哦 那要注意哦,等一下在这里 随时可以按暂停 暂停的时候,你才知道哪一段你先不要的,先看时间,然后开始播 报告一下 这个数据都在321晚的时候,请你再等个大概2秒 我发 我觉得前面这一段也是垃圾 那我点播放的时候,老师看一下 目前在5秒6格 你看懂吗 如果都不要,这段都不要 来,请你在影片那边点一下 来,老师注意哦 不是剪刀哦 剪刀不好用 剪刀是一次让你剪很多影片 我通常喜欢的剪这个,有看到吗 分割是这一颗 我点分割哦 点分割 点一下 老师看一下 这时候呢,我的影片已经被剪成两段了 前面这段是我不要的 那时候,仔细看哦 点这里按Delete 按Delete就是把它删掉 他说,删掉的时候前面会要不要留空白 当然不能留空白 留空白就是前面的几秒钟 画面就是黑黑的 所以要选哪一个,选第3个 移除把它删掉 而且呢 自动移动所有片段往左边对齐 来,我先选第1个,你看一下 按Delete 如果这样,我前面黑黑的 来,Ctrl G后尾 按Delete要选第3个 他就往左边靠了 哦 所以前面那段不要就剪掉了 接下来我们再往继续播 发现哦 我在上一开始讲话 前面几句说话可以看到 这段也不要 我重复讲话了 那老师你看一下声音 放大一点来看 看这里看这里 有时候可以透过声音来做检查 来,我放大一点 老师看一下时间轨 对,这就是什么,刚刚说的什么321剪掉 你们看到这边就没有讲话了 所以其实到这里可能是什么,这边是一句啦 这边一句 切一定不会,大概不会从这里切啦 所以这里我又不要了 这段还是讲321 点这里,再来一次 然后再把前面这边 Delete 然后回来 那现在我们前面,现在从前面再听一遍 全部是朋友,321往下 所以我刚刚321讲了三回 我看到吗 接下来 一个老师不小心开麦克风了 老师看一下吧 这里声音开始吵了 我们听一下这一段 老师 老师看一下 这个就是 你们的老师有个Google名 万一他在讲话 到这里呢 这段又不要了 那怎么办 两段啦 所以前面这段是我要的 移到这里来 做什么 切割 点到影片 要点影片 切割 来 接下来前面这段我要 再移到这里来 可以看生鬼 移到这里来 sorry 点到这里 再点 切割 那中间这段点起按Delete 叫他往左边移 所以刚刚的杂音有没有 来,从头大家听一下 全部是朋友,321往下 老师别说话 我现在在顾问你 哈哈哈 我这段是不是应该也不要 对啊 所以刚刚这边是 老师别说话 哈哈哈 来再退后一点点 再点 剪辑 这段再删掉 那跟老师报告先不用担心 怎么删那么多回 如果你的影片 很多地方错 我就会重录了 我没有兴趣这样一直剪 通常只错一点点 所以可能剪一两段就好 你听懂吗 那只不过我现在给你做示范 就是这样而已啊 一到你要的时间点 就去把它剪掉 来 帮老师练习了